一宵弟兄穿着厚重的装备 进行水袋建立训练 比速度还要比准确 故事先生有大使鞋 没有大使鞋 另一关 一名三十岁的男子遭到电击 教务人员把握黄金时间 展开抢救 恭喜市长教育 113年基隆一宵教育 及全国体技能交流示范演练 27号在中山高中举行 就用市长谢国梁 在消防局长刘嘉义 议员郭美秀斯伟正等人陪同下 一同教育队伍 也为了让大家在携行时更有宝藏 最近我们积极的 筹座更多的裁员 来更换消防车辆 以及装备器材的勤配 让各位执行救灾的时候 能够没有恐怖之忧 最近我们非常的谢谢 我们的特殊队远到花莲 经过南横远到花莲 去进行很多有一一的救灾工作 回来后我们也当面 碰面开会讨论 要让基隆的特殊队 成为一个经过认证 拥有专业的配备跟能力 而且要搭配搜救犬 变成一个很完整的 北台湾主要的一支特殊搜救队 这个也是我们鼓励的方向 市长谢果良在支持时强调 未来要加强基隆特殊队的 专业配备和能力 而基隆市也将设置搜救犬 目前规划有两条的搜救犬 未来将征选领犬 基隆市搜救队目前是没有搜救犬的编制 为了要通过这个中型的搜救队的认证的时候 它其实是必须要有搜救犬的 市长非常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目前正在 订定相关的计划 包括要有这个搜救犬 引进搜救犬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要 培养我们的同仁来做领犬员 然后这个事实上这个搜救犬 它也必须要透过相关的认证 它才能够执行这些勤务 担任一销总队长的市议员曾继妍 议员郭美秀思维正 特别前来感谢一销同仁付出 承诺未来在议会会全力支持预算经费 对于我们基隆市消防局也好 以及我们的一销的预算的方面的话 那我们在议会的话 我也是跟我们谢市长来提过 那也得到很多的议员的支持 然后我想现在的灾难蛮多的啦 层出不穷啦 那我想对于救灾的设备啦 装备啦 以及救灾人员的训练方面 都要来加强 那这是应该113年的预算 消防预算方面啦 谢市长的支持啦 预算多了蛮多的钱 也是要来改善我们的装备的问题 不管是警察局 还是消防局第一线的这些英雄们 应该让他们有足够的设备 装备一定都要编组 然后编满 让大家能有一个很完善的设备 跟配备 然后包括那天我在中山分局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在床方面买了乳胶床跟乳胶枕头 还有棉被 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英雄们 能在很舒适的这个状况下入眠 然后保持很满很好的精神 见识到我们益销同仁 他们所谓的这个益勇的精神 那也感谢他们平常在基隆市 各个大大小小的急难事件 以及这个灾害事件呢 无私的奉献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现场 那特别也要感谢这一次我们花莲地震 我们基隆益销总队 很迅速的就能够派出所谓的特收队 来到花莲 前进花莲来收救这些 这个在灾害中遇难的同胞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挥同理心 大家一起来支持益销 有别于过去 今年的益销经济大赛 改为体积能交流 期待基隆的益销 能在明年全国益销体积能交流中 为基隆获得好成绩 记者 黄烧民 基隆报道